第一個就是,然後我們再正式介紹我們的課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看看我們這個教師容量的課 然後第二個呢,等一下我會秀給各位看那個就是我們的瓦約到底長得像怎麼樣 就像上面形形 其實這個是一個手錄的課 就是我們會給各位看這個課 然後再來第三個就是,考試的方式是怎麼樣 其實一個是一個考試店長的怎麼樣 我們大概介紹完這三屆工作,然後再認識你 第一個我們要確定一下,是這個教師的容量 教務處通知我的 第一次通知我的 那個名單 是79位 79位 然後還有 79位 然後有兩位 那個 好像不合乎他的條件 就是教務處通知有一些規定 不曉得是什麼 超過協議分還是什麼 我想幫他清楚 因為教務處的事情 所以他說有79位已經選帳了 可以選帳 還有兩位 還沒選帳 那這兩位以後是不是可以選得上 我不知道 加這位選是不是可以選得上 我不知道 那假如是這樣的話 就是我們就有81位 假如他們選上我們就有81位 這個同行 那就我所知的話 這個座位好像是80個座位 12345 567 還不到 12345 567 8 12345 所以 那這樣不只80個啊 總共有 你那邊幾盤 哦 你那邊只有一排而已 就是 12345 567 8 那這樣不到80個啊 12345 567 剛好80個啊 你這邊是八個 那這邊 那這排是幾個 12345 567 所以 79個啊 這邊這排是 少了 少了 少了這個位置 那總共有10台 每一排80個 所以79個 那所以假如那兩位 選不上 我們就剛好79個 對不對 那假如那兩位選上了 我們就 會有81位 哦還有對就對了 好 那 第二次 又通知我 說 選上了 紅腿有76位 哦 然後有兩位 有兩位 有兩位就是 就是剛剛講的那兩位 哦 就是 選科的時候 選上沒有走 哦 他說加退選 再說 哦 那現在加退選好像還沒有結束 今天先 今天再開始 哦 哦 那其中79位 有三位 就是我們一年級的同學 哦 哦 原來是在第一次的 衝刺單上面 上面是有 到第二次就沒有了 哦 就被提到 沒有選上 然後 然後 原因是 非代孝生 哦 那我也不曉得 為什麼 那原來是一講 我現在變成 非代孝生 所以我在猜測說 是不是他 休閒不曉得 沒有 就是這樣 就我們就不知道 哦 好 那這三位同學 一位就是 吳少奇 一位就是 蔡宗臉 一位是 張德雍 所以說是 我們 一講人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假如這樣的話 很簡單的 他教育處已經 好 已經收到他們 的 不來練的 通知 所以他才會 把他歸類為 非代孝生 好 那假如這樣 我們就79 76位 然後假如那兩位同學 減帳的話 我們就成78位 對不對 那78位 剛剛有同學 跟我講說 他還想要再加進去 所以我不曉得 到底還有多少位 同學要再加進去 所以很顯然 你沒有在這個 名單裡面 教育處的名單裡面 沒有 這個 剛剛哪一位同學 是不是 你現在有在教育處的名單裡面 沒有 那有幾位 有幾位 就是你現在沒有在 教育處的名單裡面 但是你想要修 唉唷 一二三四五六 那家裡面六位進去 七 那我們就 差不多五個 當然我們可以說 反正不會 不會每一次出擊率都反而是反 但是我們不能這樣 唉 好 所以假如這樣的話 我們可能 一個書寫 那你那個 教文課跟 王維林先生 我們可以查一下看六樓 六樓 六樓 六零米9 你看看什麼 那講到這樣我們就 看看西養最大間的一間教育在六樓 那下個我們就比較那個地方 那那個地方是比較舒服一點 那個是藍分析的一間教室 所以我們現在既然還有同學要加點 我們就找個比較大的教室 教室找到我們會公布在檔票上面 第二件事情是要讓各位看看我們網站上怎麼樣 剛剛沒東西了 那這是我們的一個課 線性在數的課 我們會告訴各位說要幹嘛要幹嘛 比如說如果我們要換教師我們會在這邊說 教師要換到哪裡去 然後呢我們會跟各位講說 那個總成績怎麼樣怎麼樣 要反正我們這個相關的消息就是 考書、習、提、跟教材 那這三個以外就在這裡 比較general的我們也在這裡 好,然後考試相關 對不對,你看我們 這個是因為我們真的烤了六次 我們這暑假開的課 六個禮拜 所以一個禮拜烤一次 那一個禮拜上九個小時 所以你看我們會看看 這個第六次考試什麼時候 對不對,然後第六次考試提前 放上去等等 所以這邊都是考試相關的 從第一次到第六次 然後這邊就是教材相關 我們每一次教材PO上去 就會送一個email告訴大家 然後這個就是習提相關 習提PO上去然後解討PO上去 所以各位可以去參考一下 然後這邊就是剛剛 真正的教材 檔案放在這邊 集體在這邊 解答 考試跟體解 所以我們六次 那我們這一個計算機概論 就會follow這個格式 好,那我們讓各位看一下 這個每次考試 誒,我們每次考試 誒,我們出了這個題目跟這種煙文寫 好,我們每次考試 第一個,我們出了這個題目跟這種煙文寫 包括我們的習提 包括我們的考試 包括解答 通常都英文寫 好,所以雖然我的英文不好 但是我 我不會說 哎呀,因為我的英文不好 所以不用英文 我通常都用英文 好,所以假如你看不懂的話 有可能是怎麼 我的英文不好 所以你要告訴我 我老師知道 你那英文寫的不是英文啊 下次要改建 我一定很感謝 好,所以我們都是在用英文寫 好,那為什麼是這樣呢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學校 一直提倡說 希望 我們是國際化的大學 所以你可以知道 其實我們有一些課 是用英文受課 就是一進來就是用英文 好,包括研究所要到 但是我想 我們還 不要太 不要那麼 一下子跳到那邊去 好,但是 就是考試 還有習題 和解答 剛剛你送E-mail給我 你送E-mail給我 我沒有要求你要用英文 因為說不定你的英文太好了 我看不懂 但是我回給你的 一定是英文 所以你看不懂 你也要接受 就是我們用這種方式 讓大家緊張去看英文 然後再來就是 我昨天看到一個新聞 網路上面的新聞 網路上面的新聞 他說我們 台灣的英文程度 在四小龍裡面 是最後一個 然後在亞洲 考多一 在亞洲 二十幾個國家 第四兩 這個第四兩 是倒數第四兩 不是前面第四兩 倒數第四兩 所以 官家說 比這個 比那個 尼泊爾 他裡面 幾個 幾個 那個 我們比他們 還少 比尼泊爾 或者是 但是我不曉得 有沒有報案全國在 越南 我比他們還少 因為我會覺得很驚訝 我這樣不會很驚訝 不得了 我們這個 從書專 然後高中 對不對 考試 天天在考 怎麼會考上 那 那 我覺得 其實我一直認為 台灣的英文 交往 不太多 真的不太多 因為我們西上 有一個美國 有一個外國的老師 很高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 時常 在過一陣子 大概都會看到 大概一百九十公分 他是歐洲 然後我們就有時候跟他聊天 我們說 你們在跟著我家 怎麼那麼好 為什麼他們都會想念我 雖然他好像是瑞士 還是什麼人 但是他就是要念我 上課 跟我們講話 為什麼有一個人講話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們在學校 是怎麼樣念念我 他說他們在學校 比如說念我課 他們是 不是像我們這樣 每天 有些考什麼文法 那就是 老師會發一本 比如說 莎士尼亞 威尼斯章人 各位有沒有聽過 莎士尼亞 威尼斯章人 或者是 其他的 小說 就要寫的小說 然後 我們現在 這個 大家回去看 威尼斯章人這本書 然後 下個禮拜 寫一篇 聽得報告 然後 然後呢 並且要演 演這個 劇情 對 因爲斯章人這本書 可以演 開始演 好啊 你當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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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人角色公佩嗎 那稍微禮拜來 就是 新的報告 跟上課演 所以他們 就是這樣練出來 我們剛剛講說 欸 你們考樹沒有我們厲害 是神的了 考樹 考了文法 那沒有很厲害 但問題是 你現在出去 看那個用文程度 人家就是在考你 我們也考慮 對不對 考出來就是 讓你練習 讓你寫作 還有聽力 對不對 聽力 像我們聽力都很超 像我可能 我的聽力非常超 對不對 你們現在我覺得還好 像我們以前是 我記得我是 研究所畢業 我才去接觸到聽力 因為他找到考樹 還要出去練習 那個 我往那大學跟一路走 我也沒有想要去做我練習 所以 我也不會去想要考樹 那 大家來想要 想要這個練習 叫考樹 考樹就是 去簽空中英理教書 所以 我知道你們高中就有了 有空中英理教書 還有雜誌 報國 結論選任 簽空中英文 我那時候沒有支持 除了聽力 你到了二十幾歲 我大概接觸第一次 聽那個英文大概是 可能說二十五歲 二十幾歲 那除了聽力 你要再怎麼樣增加 非常多時間 那我覺得說 你們現在是 最好的時機 因為你現在沒有有考驗 所以你可以每一天 睡覺之前 尤其我覺得 假如你有一點睡不著的話 聽那個英文就睡好 真的 我知道 聽不到什麼時候我就睡著了 為什麼 因為很討厭他 對不對 然後聽的時候 非常專注 你要非常專注 不然你都會這樣子 就自己聽不懂他講什麼 那一個人當你非常專心 就很容易具備 所以下次睡著了 所以 時辰我的導生 有些導生 有些同學會跟我講 那老師啊 你說我熬夜 我不捨不熬夜 為什麼第一個睡不著 第二個 同學吃的同學很吵 那麼便宜早睡 我就跟他講 沒關係 你就空中英教師 當然不是說 空中英教師 還有其他人間 我說你是說 你給他開了 耳機帶了 我跟你講 下面打 我一個打雷 你都不熬夜 還快你就睡著 因為你很專心在聽 除非你是 戴耳機 是一邊 聽空中英教師 一邊在唱 那個什麼 電話的歌 那就這樣滿足 你心裡邊在想那個 那當然就不行 那一條很專心的清明舞 保證很快出現 那你就一天聽聽 那你就一天聽聽 一天聽聽 那一天聽聽 會很快一點 這是聽聽 第二個 就是怎麼樣 你要去看電話 所以我非常鼓勵大家 你尤其 你現在還剛開始 你等下到大山 你會見到很多 電機器的主要的客戶 所有都有 忠義分 那我希望大家 你盡量不要去看忠義 就是看電話 尤其像我們高中 高中你也一樣 我也一樣 你有機會去讓你看 原文書 對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你每天要 應付那些考試 哪有時間看 英文小說 但是我跟你講 英文小說很難看 非常好看 然後你現在看 你不要一下子 你去看那個什麼 什麼 什麼 美國什麼文藉獎的 德俗學的學 但是那個東西 我們看不懂 為什麼 因為就是他們的那個 大人的小說 成人的小說 那成人的小說 那用事都很難 所以你要 像我現在看的時候 看什麼 你知道 我就是去借那個小學生 那美國的小學生 那個小學生 我們說 那有 那一本呢 不要 你不要一下子 就接一個 七八百頁的英文小說 我剛開始就這樣啊 因為 學校的 這個投資管很好 借了一本 哇 這麼厚 大概一千多頁 回來 換一本 看不到第一頁 第二頁 看不下去了 所以後來我就寫高 就怎麼樣 就去接那個一本 大概 三十頁四十頁 先從那個開始 先從三十頁四十頁 然後呢 大概是小學生程度 你一看 哇 今天晚上我怎麼會玩你們小說看完呢 哇 你們覺得非常興奮 好 然後再下來再慢慢開始 慢慢這個 進步到 比如說兩百頁 那像 像我現在 看那個三四百頁 四五百頁 就很習慣 好 發你一剛開始 比如說你現在 好從高中 一上來你看到這本書 哇 天啊 這本書怎麼玩 五六百頁 六七百頁 什麼時候才會看完 好 一定會 一定會有這種感覺 好 所以呢 你就不要怕 尤其像工程的 工程的輸入 那根劑子都很簡單 你只要找到 就有名詞 手機了 其實你一看就是 沒有那個很深的結構 什麼錢包紙 撇離 什麼布紙撇離 紙劑 不多啦 不多 然後都是很直接的 一看就 就會找 所以你的原文書 千萬不要 這個 找 尤其我工科的原文書 它是很簡單的 基礎結構 那一講是外文系 那很大我就不敢 我看到外文系的 那個教科是我的 不騙 他們都是那個 就是人家 美國人 大學生用來用出 那美國人大學生用來用出 就相當於 以前的美國人 學我們中文 因為我拿一本 大學的國文特品 你拿開 看了嗎看不懂 對不對 我們指音 學二十幾支 他怎麼知道什麼叫結合主義 一樣 所以你不要一下子 就是 就去看那個 文藝學方面的 大學生的主義 慢慢來 不要太多 但是像我們這種 技術結構 它是很簡單的 大概都是初中 他們的初中主義 只是它有很多說明 像我們技術結構 技術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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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在考試 或者是 習提 或者是解答 包括你送給我的Email 都會用英文 就是希望你也一起用英文 當然你要你送給我的Email 你可以用中文 沒關係 好 那我們就這樣 出 然後這個會不會是解答 好 我們都會提供解答 好 那你不要被我嚇到 因為我不是每一次 題目都出那麼多題 因為這一次是提摩考 提摩考 所以我出了好像18題 那當然 18題就是 3個小時 而且我們時常 我們會尊重大家 假的你覺得3個小時 解不完 4個小時都沒關係 好 就讓你 你不要背 好 你就是真的去把它 這個題目 慢慢做出來 時間絕對夠 好 那這次提摩考 我們出的比較多 那像 各種其他的 考試 通常我們大概都出10題 10題 所以一定是各位 一定要有時間 幫他學 對不對 各位回想 你在考那個 學生課 做過機車的時候 對不對 三十幾題 你只要 六十多分鐘 都發生 對不對 對不對 之前我們這個 都沒錢 差一點 實體 我們這個實體 那結論以後 也讓各位有時間 你假如是沒有 做不出來的話 那個步驟 就可以 而且每一次 自己 這個考試 我出完了 我會自己做一遍 我會自己做一遍 然後我自己算一算時間 大概我需要做一遍 然後我把我這個時間 可能成你二 那就用這個時間去 因為 我當然做得比較快 為什麼會做得比較快呢 我算的速度沒有那麼快 但是我不需要去想說 誒 自己要怎麼做 對不對 因為我在出題的時候 當然我不知道要怎麼做 所以我會把那個時間 稍微打開 所以絕對 這個 童田絕對不會把那些時間去 好 所以這件事 我們秀給大家看 其實我們考試大概是怎麼樣 好 那現在 這一個 教師 我們 會 換一間比較大的教師 假如那一間 有靠的話 假如那一間沒靠 那是沒辦法 好 因為我們電機機只能 這一間 是可以融到八十個 超過八十個以上 好 然後呢 我們的網站 你就知道怎麼樣去搜尋 再來考試的方式 你也知道怎麼樣 好 那現在我們要進入我們的 課程介紹 好 我們基本上的 Schedule大概是這樣 好 就是我們先介紹 你靠到前面 然後介紹電話盤 就是 你在 這個 電腦在處理資料的時候 資料的格是有 有 有等數 實數 自研 自創 等等 我們叫做 資料 好 然後這個完了以後 大概就會轉 進去 然後再來我們會介紹 Diskorotic 數位融合 所以我們會介紹各位 有些邏輯電柱 這些邏輯電柱 設定出來 都可以來執行 我們的資料格式的印象 就做加法 或者做成法 或者做資料的移轉 移動 等等 或者做資料的轉換 等等 好 這個意思是嗎 再來我們會介紹 Concurement 這一個電腦 它整個的 模型到底是怎麼樣 好 好 然後再來一個 我們就把第二次 這個沒有非常精準 好 這個我們就大概一步這樣 再來我們會介紹一個 LC3 這個是一個 Compurement 所以一個模擬器 好 我們會介紹一個 電腦 一個的這個 電腦 它基本的眼鏈 是什麼 然後它的工作員 工作理工 是什麼 在這邊都會介紹 好 這個 建度這個 欸 為什麼 為什麼 好 再來我們會介紹說 你怎麼樣去寫程式 好 讓這個電腦按照 去做比較多的工作 那當然我們這邊所謂的寫程式 是用這個 機器語言來寫 去程式 好 這個是比機器語言還高階的 的寫程式 好 好 然後 然後會介紹說 欸 用這種方式 然後呢 輸入輸出 電腦有輸入輸出 給你做 然後再來我們會看 機器 然後再來我們會介紹 Computex 就是所謂的寫程式 好 然後再過來我們會介紹 Cipro 這個又比這個 高階的寫程式 那所以你用這種 程式語言來寫程式 就輕鬆過夢 所以現在幾乎外面的就是 你要設計一個電腦系統 設計一個軟體 通常都是用C 或者C加標 當然 就別的頂一的來講 他們可能用Batter 另外一種 是程式語 然後是用那種比較高階 那種比較高階 沒有像我們講話這麼高階 我們講話是 現在 就有所有 知道的 最高階的一種 但是我們這種 這種 這種叫自然語言 但是自然語言 你沒有辦法把它當作 陳詞 意言 為什麼 因為我們自然語言 裡面還有很多 我們所謂的 ambiguity 或者uncertainty 主要有名字 就是很模糊 那很模糊 最典型的代表 有一個例子 就是 木熊齊在不被打 邊走邊吃草 這個各位最熟悉的一個例子 這個邊走邊吃草 是木熊邊走邊吃草 還是牛邊走邊吃草 你只要看這句話 我為什麼知道是誰邊走邊吃草 對不對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 不像這個 美國人 前面還有一個 那個 叫做 先行 先行什麼 先行大流 先行大流 這個 這個褲啊 會騎那些東西 你了解說 木桶騎在牛背上 褲 邊走邊吃草 這是要褲 褲 就是褲 褲 對不對 你假如是 這個牛 給我 我可能是用 跪行 然後這樣 那你大概知道 喔 是臉文邊走 但是在四中文來講 你剛剛那句話 你到底是臉文邊走邊走 還是 木桶騎 好 好 所以像這種 自然語言裡面 有很多這種 所謂的 很模糊的 那這種 我們通常要靠 我們人的智慧 所以我們是 我們人的智慧 好 所以我們在講話 啊 你先講一下 你對方就可以 揣出你的意思是什麼 啊 那這個通常要爆發 很多 腦筋的這種 邏輯 推移 就知道 好 好 像我們講說 欸 欸 這一個 欸 這個我先生 比如說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在講 欸我先生要去 這一個 欸 大力百貨公司買 買這個 衣服 喔 你講完這句話以後 其實有一個人要去 找你先生 要去大力找你 喔 那他一定會到 藍莊部去找 對不對 喔 這樣不一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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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有換衣服 買這個 女生的衣服 送給別的女生 不然正常的話 他應該 他去買他穿的衣服 應該到 藍莊部去嘛 那為什麼 因為他說他先生 反正我們說 欸先生就是懶的 對不對 但是連我們從剛剛那句話 有定義說 有跟你講說 先生是懶的 沒有 所以我們就要發出 很多我們所謂的 common sense 就一些常識 當我聽了懂一句話的時候 這裡面不是光是追句話 我必須要發發很多common sense 在裡面 然後發發很多推理 就是我們腦心裡 那這些common sense 跟推理怎麼要養成呢 欸 就是從小 有沒有 你容易剩下來 就 耳聽思辨 眼觀 眼觀八方 然後頭腦隨時在倒土 好 再來我們 我們 這個 我跟各位講 比如說 欸 當我們講 當你看到一樣的車子 有人說 這一樣是box 這一樣是 這個truck 這一樣是 這個 這個 交車 等等 那請問一下 有沒有人給你定義過 什麼叫做truck 什麼叫做box 什麼樣的車子看起來就是 交車 有沒有 沒有 對不對 那我們也 你去調字典 去調考車 我們大概字典也不會告訴你什麼叫做的卡 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你都知道 就是你從小 你不要小看這個 那就是我們什麼的意思 對不對 那個 你爸爸媽媽從小牽著你的手 去逛街 然後 然後呢 可能從小就 媽媽 這個是什麼 那你爸爸媽媽 然後你媽媽就可以講 哦 這個是卡車 等下我們 你會 這個是 看到一樣是box過來 你說 媽媽 這是box過來了 你爸爸就跟你講 這個不是box 這個 這個不是box 這個是truck 對不對 是不是你從小就這樣 那 我相信任何一個腳都不會說 跟那個 兩歲的腳 這個是truck 好 你聽著囉 truck的定力是什麼 哦 truck的定力就是四個輪子 那他現在馬上就要問你什麼叫輪子 對不對 然後輪子呢是由塑膠做的 然後是鹽的 然後上面 講了一多一部分 一下子一個truck 講二十分鐘還沒講 那不可能 他都是跟你講 這不是truck 這個是box 然後你在日系列裡 你就自己在你的 腦筋裡面 形成一個很模糊的truck的概念 對不對 好的 我再跟各位講 比如你今天出去 好燥 好 然後碰到一個 一個人 對不對 對不對 你會跟他講說 哦阿伯好 對不對 或者說叔叔好 或者哥哥好 我問你 哥哥的定力是什麼 或者姐姐好 或者阿姨好 我問你哥哥的定力是什麼 好 阿伯的定力是什麼 對不對 像我們這個感受的 哥哥好 從小 從哥哥 剛才是弟弟 對不對 你弟弟好 在過去的 哥哥好 在過去的 叔叔好 欸 在過去的 你有沒有 阿伯好 台灣人比較不阿伯 連叔叔叔不認識 阿伯 他是阿伯 什麼時候從弟弟變成阿伯 對不對 那你看 你怎麼去經歷 什麼年齡叫做弟弟 什麼年齡叫阿伯 什麼年齡叫阿伯 對不對 那我說再過幾年 你說 阿公 對不對 阿公好 對不對 那你說你怎麼去經歷阿公 你也沒有想問他說 欸 你年齡是 比如你說 七十歲以上 以上叫阿公 對不對 那五十歲以上叫阿伯 沒有 但是我相信各位 你都會正確的 你都會正確的 你都會說 跟你有報告 我跟他出去 碰到阿伯 我相信你也就不會把一個十歲的人都發光 你知道 對不對 好 這是定義你怎麼要 對不對 長角度 齁 你是長角度 好 所以我們會幫各位 介紹一些 對一些東西 就是說 你怎麼樣去 這個 認知一個 電腦 然後呢 這個西部文明的language 是怎麼樣一種方式 這是非常精準 不是像我剛才講說 阿里桑 每個人都會講說阿里桑怎麼樣 但是叫你說 什麼那阿里桑 講得出來 對不對 好 不信你回去 你說 哇 你現在進到這個 這個大學生來的 對不對 我相信很多同學跟我以前 高中之一 不是和少方 就是尼多方 對不對 好 那就是前校都是男生啊 前校都是女生啊 好像現在我覺得很不錯 很多高中都是男女兒子 那像我以前初中 是男女兒子不錯 但是 我 這一班差不多是男生 通關 沒有辦法跟女生做在一起 好 好 那些 哦 一下子 跟女生 會同一班 對不對 那你會說 哦 我們班上的 這個 女前身套很漂亮 好 那我問 他不這樣講 你有沒有給我一個 女前身套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看 你用這樣子的 的 語言 來解決資料 對不對 你那時候告訴電腦 誒 假如你放了 一個女生的話 就開始追他 電腦一定會問 請你告訴我 什麼叫漂亮 對不對 然後還要告訴 你還要告訴 他還會問 請你告訴我 什麼意思 什麼叫追 追的方法有很多種 有些人用苦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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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種嘛 對不對 所以你必須要非常明確地告訴 什麼叫漂亮 好 那你說漂亮就是 一百 一百六十公分 這很漂亮 對不對 不一定啊 對不對 好 所以每一個人 所謂情人言語出實行 每一個人的定義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的自然 非常不適合 當作人事事 所以我們會教 會介紹給大家 這種吸熱 它也是一種 有點像口語化的理言 但是是非常精準 所以這樣寫一行 那這個每一行的定義 會非常嚴肌 只有一種解釋 沒有第二種解釋 好 但是它用不像什麼 像這個機器理言 那樣子 都是0101 所以你只要是01010 所以01010 所以01010 好 好 所以大概可以把它分做這幾種理言 我們會介紹三種 一種是C 一種是Assembly 一種是我們剛剛的ISLE Extriced Sense 這三種它的這個等級 就是Extriced Sense 是最低級 出來就是0101 所以你看到一隻0101 那些小朋友們就 除非你把它去 把那些0101去參考 機器手測 哎呀這個0000 代表什麼指令 0101代表什麼 等等等等 你才知道說 好 那C呢 就不只是做ADD 啦 那C呢 就不只是做ADD啦 好 像比如說 你現在要用這個 Assembly的 言 去寫一個十個數字的相加 哇 那你就要把這個十個數字 齁 一個一個 叫做啦 一個一個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這個結果 把它存在某一個地方 再加另外一個數字 這樣做 但是你假如 C的Programming 它提供一個叫FOR 這種結構 你看下一個指令 好 你幾乎就是整個 看你要做 十個數字相加 一百個數字相加 一千個數字相加 都很簡單 好 就不像這個 神明 好 所以 基本上大概 我們整個邪級 要介紹的東西 那現在我們要進行我們的第一章 那現在我們要進行我們的第一章 好 那我們第一章呢 我們要做一個 對各位做一個剪接 好 那這個剪接呢 你只要 大概知道什麼 你通常一門客 最難的 就是你一門 好 所以第一章會出現很多數字 對不對 然後以前你也連續看過 所以告訴你的這一章 有可能你一下子 不知道 沒有辦法去理解 但是沒有關係 大概知道 一個模糊的該 好 首先 我要介紹呢 給各位 一個電腦系統 事實上 它是分做很多種層次 你要舉的一個問題 事實上 你交給電腦系統去做 事實上 你要做的工作 是分做 分做一個一個的層次 最高層次 最高層次 就是最高層次 然後一直到 後來用 電子電腦 把你要做的事情 把它做出來 這是最主題 所以我們叫做 layers of obstraction obstraction 出現是電腦的 再來我們會介紹 tourine machine 就是 什麼叫做tourine machine 就是 它如果去幫我們 完成一件計算的工作 那電腦本身就是 tourine machine 好 再來我們會介紹 每一層 到底你要做的 是什麼 好 然後呢 就是 它總共多少層 每一層 它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然後每一層 做的 是什麼 這是我們第一章 這個 那這個每一層要做的工作 基本上 就是 就是 涵干各位 在這邊 練四年 所修的 所以等下 為一個客人 哪些客人 是跟哪個層 像你 好 所以你在這邊 你等到你 四年畢業了 你整個電腦系統 從上到下 基本上 基本上 你都可以去接受 然後有一些是 你一定要走 就是必修課 那有一些你可以譴責 去深入 如果不去深入 那那些就是寫舊 好 好 那我們來介紹說 什麼意思叫做 一個系統 它基本上是分層次 好 比如說我們現在幾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中山道結 所以 當你大考中心 這一個 分發 你到中山道結 可以繼續 那你一定 做到一個 中山道結 的這個 公司 對不對 請你 九夜 十四號 之前 要完成 註冊 的工作 對不對 好 這就是一件 你要註冊的工作 對不對 那我同學 請你在九夜 十四號之前 要完成註冊的工作 好 這個就是我們第一件事 你要 這件事 要完成這件事 那你 你不能說 這個 上山大學 要你這件 完成這件事 工作 然後呢 你就 好 我就立過了 那這問題要怎麼做 對不對 這個是最高階的 最高階的 這個工作 是這個 你下例子 是要去查一下 查一下什麼 第一個 中山道結 比如說 我們親自去完成工作 好 你親自要 親自 第二個中山道結 在哪 對不對 然後比如說 假如中山道結 他 你不能用 是要好 你要提現金 對不對 好 所以你還要拼現金 查一下 就算好 註冊位置 對不對 然後最重要的是 註冊位置 然後第三個 要把錢拿出來 好 你看 要知道 這幾個東西 對不對 哦 中山道結 在高雄各系 對不對 然後 出稻位置 要大塊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你要去把錢拿出來 好 你看 要做這件工作 才能過去 對不對 才能過去 完成住的 親自完成住的 所以你看 這一個街團 是不是比這一街 還低一類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你要知道一些detail 比較細節的東西 對不對 好 那第三個 第一 你要去知道中山大現在哪裡 所以你要把地址找出來 對不對 然後再來 註冊位置 然後你要去查出 這個東西 再加錢 原資要三萬塊 對不對 那你 你怎麼要地址行為公共 你可能 你現在沒錢 所以你要開始打工 對不對 你本來要去打工 對不對 你本來要去打工 去做這個學問 然後你可能怎麼樣 叫你總媽媽去提口 對不對 或者你自己去提口 比如說你現在 這個原廠裡有學 所以你要去提口 那提口你要怎麼提口 比如說你用ADM 你還要去提口 那你可能ADM裡面沒有錢 比如說你平常是 用定期存 對不對 所以你就除了一筆錢 定期喔 所以你說一年以後的倒極 那你現在提抖要怎麼辦 是不是要去解憶 所以你要去做一些更性格的工作 你又要去思考 你又要去思考 那你要去裝那道 你可以坐飛機 你可以坐飛機 那你也可以做客業 你也可以坐高車 坐鐵路 你也可以去腳踏車 他說我左路 我沒錢說我左路 裡面還可以說 哎呀老師 聽笑 要我從高車走路走到台北 可以耶 不同不可以 我以前大田就有跟各位老師 我們就從台北 走路走路走路 走到腳寫山 小姐在各位車的時候 可能就跟他說 還不太清楚 沒關係 跟你打飛機 就知道 你上家登山車 做什麼車 就把 哪一彎的主要搭給他爬一趟 結果走了幾天 這段是走 我記得好像是 走了五天還幾天 在台北那邊走 走到腳寫山 然後就順著那個 比公路 這樣 然後如果中間要去 你還是找人在那邊 國小 進去 然後再走兩下 就睡覺 很好玩 所以下次你要從台北走到高翔 我絕對戰 所以你要怎麼去東方大學 速度是你要更 detail 我到底要怎麼樣去 對不對 好 好 這一個 就是你 好 好 然後第五個 你到了東方大學以後 你要去找 到底他要去哪裡獎會 對不對 到底要去哪裡獎會 好 可是這一點 是不是要 越來越 detail 越來越 detail 所以上台在這邊 只是一間工作 我要 親自完成 親自完成這個 事實上 就我的電力器來講 你到這邊還沒有電路 為什麼 你要 親自在東方大學來渡車 你是不是需要體力啊 對不對 你要走路還是體力 體力 體力哪裡來 消耗食物 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研究 你要需要多少體力 可是我要吃什麼食物 我到底要吃一個紅豆腐 還是要吃幾個饅頭 還是要吃一塊五花豬肉 每一個人可以展示多少 不要這樣 去提供你這些體力 去什麼 到底 我講的這不是開玩笑 因為譬如說 你現在說 我要做一個計算機做 你知道嗎 那這個計算機 到底要用什麼材料做 你是要用 這個 半堂瓶做 用百波勞做 還是用C-mode做 各種材料都有 你要去挑 好 所以你看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一層一層的 like challenge 從這個最高層 再下來 第二層 你怎麼完成這間工作 對不對 你看 再下來 你怎麼完成這間工作 所以完成這間工作 是不是有下面的工作 有沒有 那要完成這間工作 又是有下面的工作 那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子做 因為這樣做的話 你每一個 階段 才可以去分工 每一個人 有每一個人 他基本的關鍵知識 對不對 就好像以後 你去到一個公司的總經理 好 你又沒有個人做 總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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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對不對 你也不這樣才會做 所以你這個總經理 你可能指揮什麼 好 比如說你說 好 我們 你跟教育的秘書 明天我要跟 某某公司 台機店 簽約 對不對 你是講這句話 對不對 你有什麼可能說 你當一個總經理了 然後去查一下說 到底簽約 要準備哪些文件 然後呢 這個法律 到底是什麼法律的術語 然後呢 簽約 我簽約一張EA 我要簽約去打住 人的簽約都不可能 所以 你只是要不講一句話 所以我們今天 準備好 明天找商標 跟這個 台機店簽約 然後簽約 然後簽約的經理 所以馬上就這樣 好 到底 把那張EA 把它打好 裡面的錯誤改好 然後聯絡 台機店的人 人的身心 消費的 就能理會 然後 EA也不可能經理 去打住 對不對 他給人家在下面 一個 管法律 所以你去給我一定 一個法律的稿子 把那EA寫出來 對不對 好 那那個 你法律的稿子 搞的那個人呢 他也不可以清楚去打住 他把它搞得你好 等下 那個 导致了解 把這個漆黑花打出來 對不對? 所以你看是不是每個人分成這樣做 然後下面的檔制小姐把一葉倒出來 完了以後 那個瓦鈴的那個人確認一下說沒問題 交給經理 對不對? 經理簽證沒問題 好 帶過去,你先帶過去別種經理 在會場別種經理簽證 對不對? 那說在你下面 這個椅子怎麼樣準備 椅子怎麼樣打出來 這些東西你總是沒用的 都知道 我管你椅子怎麼打出來 你打不出來就快 對不對? 開組票 很簡單 好 這個東西就是什麼 反正你每一個人要做從事 你可以做從事 就看你 這個基本上 你學的東西 適合哪一個接種 那你就可以做 那你得到實際上 你都會做 很柔軟